有一天我到他家 他告诉我他证阿罗汉库 我知道他不是骗人 但是这是假的不是真的 为什么呢 他自己以为自己证得阿罗汉库 这在佛法叫证上漫 他没有欺人欺骗别人的这个意图 自己误会了 我给他解释半天 他不能接触 最后我忽然想起来 我说阿罗汉六种神通都恢复了 你有没有 这很明显的 虚脱环六种神通恢复两种 虚脱环粗骨 有天眼通天耳通 我问他 我们在房间里面坐在客厅里 外面是马路 他有围墙 各着两道墙 外头是原墙 里面是客厅 客厅有个墙 能不能看到马路上的车根人 他说没有看到 我说那里是凡夫 如果是阿罗汉 你一定能看到 那原方人讲话的声音 你会听得很清楚 有没有能力 没有 我说那你错了 你误会了 我知道你不是骗人 你说误会 这样他才接受了 六种神通一个也没有 又为己有道 若是为得神道 言我得神道 是为破大妄语界 所受罪报 云过于其他的可疑 这是佛法里面讲的大妄语 大妄语的目的在哪里 欺骗信徒 希望得到信徒的恭敬供养 真有啊 我是82年 刚到美国 第一次到美国 82年 从那一年以后 每年都会到美国加拿大 去个一两次 寻回江沿 85年 我拿到美国的 永久居留 在美国就听到 有一些法司 自称的 他是什么佛在来的 什么菩萨在来的 有些信徒来告诉我 对的非常尊敬 我都很奇怪 在中国 佛法的 佛法的例子 再来人 身份不能够破路 破路啊 他就走了 那就是真的 如果身份破路还没走 这是假的 这不能相信 佛门 高神传 居士传 还有很多 明山山智里头 记载的 有 佛菩萨 这个布袋 说完了 他走了 你再也找不到他了 所以中国 寺院里面 造弥勒菩萨的像 通通通造 布袋 佛上 如果我们看 西藏造的 米勒菩萨像 南洋造的 米勒菩萨像 印度造的 米勒菩萨像 那个像 跟观音菩萨 差不多 不是那样的肥胖 不是的 所以中国 米勒菩萨像 是布袋 佛上像 布袋 佛上出现在 南宋 跟岳飞同时代 宋高宗的时代 出现在 浙江风华 说了不走不行啊 天台山志里面 有记载着 寒山是德 风干火上 这三个人 是文术菩萨 普贤菩萨 阿弥陀佛 再来的 风干是阿弥陀佛 这山志上 有记载 他们身份 一铺路 就不见了 寒山是德 身份被人知道了 他们跑 跑到山上 后面人追到 看到 这个山裂开了 他走进去了 山又合起来了 这就不见了 找不到了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 有这个例子 你说是什么 佛菩萨 才来的 说了之后 不走 你是冒充的 假的 你来骗人的 大妄语 这个最终啊 打着佛菩萨 招牌 欺骗善良众生 我们这里 有一些资料 佛学大词典里头 有这么一段话 大妄语者 不得神道 也 我得神道 祸首 天龙 鬼神之 供养 等等 这也是大妄语 欺骗众生 天神来供养我 龙王来供养我 鬼神来供养我 说这些干什么呢 都是骗人 都是希望 得到大众的 恭敬 供养 慕迪塞斯底 神道 神道 好像许多 阿罗汉 我们没有正在学得完 告诉别人 我正在学得完了 这都是大王 我 我出学佛的时候 有一个巨师 也算是我们长辈 学佛 学得很不错 我出家了 他也很欢喜 有一天 我到他家 他告诉我 他正 阿罗汉 我知道啊 他不是骗人 但是这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为什么呢 他自己以为自己 真的 阿罗汉 这在佛法叫 正上慢 他没有欺人 欺骗别人的 这个意图 自己误会了 我给他解释半天 他不能接触 最后我忽然想起来 我说 阿罗汉 六种神通 都恢复了 你有没有 这很明显的 虚头环 六种神通 恢复年种 虚头环粗苦 有天眼通 天耳通 我问他 我们在房间里面 坐在客厅 外面是马路 他有围墙 各种两道墙 外头是原墙 里面是客厅 客厅有个墙 能不能看到 马路上的车跟人 他说没有看到 我说那你是凡夫 如果是阿罗汉 你一定能看到 那原方人 讲话的声音 你会听得很清楚 有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 我说那你错了 你误会了 我知道 你不是骗人 你是误会 这样他才接受了 六种神通 一个也没有啊 这个方法 摄影最好 我们自己到什么境界 自己要清楚 阿� 阿尼 特 阿尼 特 特 阿尼 特 特 Did